西游记中,唐僧历尽9981难终于见到如来佛祖,取经成佛。 那么,如来是怎样成为佛祖的,他又经历了多少难呢? 我是有说9981难最难的一关是女儿国,如来又能否通过美人关呢? 佛教诞生在春秋时期至战国早期,由于古印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史书, 现代人甚至无法确定如来究竟是有人物原型的,还是完全虚构出来的。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修史书是中国人刻在DNA里的本能啊。 于是,南朝的佛经图书馆馆长僧佑整理研究了所有能见到的佛经故事, 写成了最早的如来传记,释迦普。 从前有座山,喜马拉雅山,山上有座城,加皮罗未城。 城邦里有个国王,名叫靖范王,国王有个夫人,名叫摩耶夫人。 夫妇俩二十多年了,也没个儿子,摩耶夫人急得催促靖范王那非, 可靖范王呢,忠贞不二,表示没儿子是咱的命,那非管什么用啊。 有一天,摩耶夫人梦见一头大白象从空中缓缓走来, 化作一道金光钻进了自己的身体里,夫人终于怀上了孩子。 十个月后,靖范王的太子从夫人的右鞋出生, 他刚一生下来就走了七步,每一步踩下的地方都长出莲花, 这就是肖宝卷让潘贵妃步步生连的故事原型。 据说,太子的相貌有112个特征,被概括为32相,80种好, 其中包括手臂长过膝盖,牙齿洁白整齐,耳朵大又厚实等特征。 众所周知,刘皇叔的史书形象就是垂首过膝,而且有大耳贼之称。 三国志以下,正史记载晋武帝、陈高祖、陈轩帝、周文帝都是垂避过席, 北魏太祖有广嗓大耳,北齐神武帝则是齿白如玉。 有趣的是,先秦秦汉的帝王也是骨骼轻奇, 但从来没有出现过手臂长、耳朵大这些宝像庄严的特征。 三国以下,人们对帝王的相貌产生了新的想象, 季心仁先生认为,这些想象的灵感极有可能是佛教传入带来的。 靖范王给太子取的名叫做西达多, 说时时那时快,天上飞来九条龙, 在空中喷水,为西达多灌顶沐浴。 佛罗门预言家通过112个颜值特征判断, 太子只有两种命运,一种是统治国家,成为转轮圣王, 另一种是出家修行,成一切种制。 唐朝的李隆基和李亨都举行过灌顶仪式, 加持为转轮圣王。 靖范王自然也希望太子走转轮王这条路, 这么一来,父王就成了太子成佛路上的第一个副本。 为了防止太子出家,靖范王疯狂地砸钱, 一定要让太子爱上世俗的荣华富贵。 他给西达多修建了宫殿三连, 冬天住暖殿,夏天住凉殿,春秋住中殿。 就这个居住条件, 足以让21世纪夹在南方没有暖气的室友极度不已。 而且,每座宫殿还充斥着两万名侍女, 都是相貌端正,多才多艺。 里面的齐尘义草,齐尘义兽就更加丰富了。 靖范王选择,如此纸醉金迷的生活, 这小子还不沦陷吗? 然而,太子毕竟不是凡人, 他是从天上下凡的大白相, 之所以要化作白相而不是兔子或者马等等, 就是因为大象的运载量大, 象征着普渡天人一切终生。 天上的各路神仙都指望着太子成佛好普渡他们的, 所以是想尽办法与靖范王作对。 太子生下来七年, 他的母亲摩耶夫人就去世了, 靖范王又娶了摩耶夫人的妹妹大哀道。 大哀道姨母带西达多到天神庙去拜天, 诸天的神像立马从神坛上跳下来, 拜扶在太子的脚下, 提醒他脱离人间的低级趣味。 靖范王陷入沉思, 就算你不喜欢这个世界, 但总得喜欢那个他吧。 于是着手给太子物色妻子。 靖范王问, 我儿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呀? 太子并没有动得烦心, 但娶妻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于是太子做了个3D建模, 又加上大量的文字描述, 让出家防御李时辉按照这个标准找。 李时辉很快找到了一个名叫求仪的姑娘, 但姑娘要求比武招亲, 人家只接受加皮罗未成最强壮的小伙。 参加比武的有三个人, 一个是太子西达多, 一个是靖范王与大爷道的儿子南多, 最后一个是靖范王的侄子条达。 本来说好要出城比武的, 第一个往城外走的条达, 看围观的人这么多, 按捺不住要显摆显摆。 刚好有一头大象蹲在路边发呆, 条达右手牵住大象, 左手猛的一推, 竟然把大象摔死在地上, 然后扬长而去。 第二个出城的南多, 发现一头惨死的大象把路堵住了, 于是在围观人群的注视下, 把大象的尸体拉到一边, 供人们出行。 第三个出城的太子西达多, 看见这么大一具尸体在这儿, 这不得污染环境, 引发瘟疫吗? 于是单手拎起大象, 一把扔出了城外, 大象落地后竟然复活了。 吃瓜群众一看, 这还有什么好比的, 还是太子最强的。 条达表示不服, 咱们再比射箭。 条达让人在四十里外竖起一面骨, 然后弯弓搭剑, 蓄力满满地射过去, 结果骨完好无损。 难驼让人在六十里外竖起一面骨, 结果也打点了, 太子让把骨放在一百里开外, 然后把弓一拉, 弓竟然被折断了, 净犯王拿出祖传的 谁也拉不开的硬弓给太子用。 太子的剑像强相互作用力分子 水利一般穿过了骨面, 然后深深扎进了大地。 地上的剑孔很快涌出了地下水, 多轮比武都以太子完胜而告终, 于是完美的囚仪满怀期待的 嫁给了太子。 那么太子在新婚之夜的表现如何呢? 看着洞房里强壮的室友, 美妙的囚仪想要睫毛轻刷着她脸颊, 想要她低头就稳到稳长发。 就当囚仪越错越近时, 太子却说, 去找些美丽的鲜花, 放在我们中间, 我们一起观赏鲜花, 这不好吗? 囚仪一听, 呵,男人, 还讲究情调, 那当然好啊, 于是摘来一束束鲜花, 把寝室装点的浪漫雅致, 人面鲜花像硬红的囚仪又凑上来, 太子说, 别乱动啊, 要是压到了鲜花, 枝叶溅出来就把床弄脏了, 囚仪只好作罢, 过了几天, 囚仪又尝试着要破冰, 太子说, 找些白衣来放在咱俩中间, 白衣是什么, UP主也没有查到, 也许是珍贵纺织品之类的吧, 囚仪顺从地铺上白衣, 又一次凑上前来, 太子说, 别乱动, 人身上有污垢, 把白衣弄脏了怎么办, 扑面而来的尴尬, 让囚仪的身体僵在了半空, 宫女们看这情况都绷不住了, 纷纷一顿说, 别看太子力气大, 但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还是有缺憾的, 太子听了这话, 当然不能忍, 他伸手指着囚仪的肚子说, 六年之后, 你将生下一个男孩, 囚仪这就开始怀胎了, 不行夫妻之时的希达多, 为什么要把取囚仪列为计划的一部分呢, 这就要追溯到前世的缘分了, 希达多的前世名叫如同, 当时的觉悟者然登佛即将来到如同的城市, 如同想买花献佛, 奈何根本没钱, 卖花的小女孩说, 她可以不收如同的钱, 但如同得答应来世娶她为妻, 两个人一起礼佛, 如同很高兴地答应了, 手捧鲜花来到城门外迎接, 当时城门前有一大滩乌尼, 如同担心弄脏燃灯佛的脚, 于是他在地上散开自己的头发, 盖住了乌尼, 让燃灯佛从头发上踩过, 燃灯佛对如同非常满意, 宣布将来自己击灭后, 如同将成为新佛, 释迦牟尼佛, 北齐的文宣帝高阳特别喜欢这段情节, 以至于正式记载, 他时常把头发铺在地上, 让首席大法师法尚踩着自己的头发, 唐代的高昌王也模仿过踩头发的情节, 看来他们都有强烈的成佛愿望, 说回如同的故事, 来世的西达多果然履行了诺言, 卖花的小女孩正是求仪的前世, 她如愿受到了嫁给佛的福报。 靖帆王给太子娶了美人, 又想让他出门走走, 爱上寡人这如化的江山, 各路天神则是趁机捣乱, 依次视察, 太子从东门出去, 各路天神变成老人, 有的头发白了, 牙齿掉了, 有的眼花耳聋, 有的拱着背, 拱着拐, 全都是一副惨兮兮的样子。 太子问他们是什么人啊, 怎么这么悲惨呢? 侍从说他们是老人, 我们每个人都会变老的, 太子很是伤心, 闷闷不乐地回宫了。 于是, 靖帆王三令五身, 务必把道路两边收拾得光鲜亮丽, 把那些惨兮兮的人都给轰走, 绝不能惹太子不开心。 可天神嘛, 都是超光速移动的, 那怎么轰得走呢? 第二次太子从南门出城, 见到了惨兮兮的病人, 第三次从西门出城, 见到了惨兮兮的死人, 心想每个人都不能逃脱, 生老病死的折磨, 这个世界也太苦了。 第四次太子从北门出城, 他见到了一个衣服整齐, 手持法器的人。 太子问这是什么人? 侍从说这是放弃了所有的情欲出家修行的人, 太子一看, 这个好, 出了家就不怕生老病死了。 于是连夜面见父王, 父王亦未寝, 太子说儿臣要舍国出家, 父王说这怎么行呢? 太子说要想儿臣不走, 除非答应四件事, 父王说什么事寡人都答应, 太子说第一要永远不老, 第二永不生病, 第三永远不死, 第四永不别离。 靖范王一听, 我看你是在为难你爸爸, 下令封锁城门, 派五百壮汉保护太子, 千万别让他跑了。 被软禁的太子回到寝室, 囚仪也怕他逃走, 寸步不离。 太子一眼看去, 放射性的目光透过了囚仪漫妙而完美的躯体, 直接看见了内部的脑髓, 骷髅, 心肺, 肠胃, 再用一双彩超眼, 环顾身边的美貌侍女, 各个都是充满了污秽的臭皮囊。 各路天神纷纷在空中现身, 让整座城里的动物全都陷入昏睡, 只剩下太子车夫和他们的马。 车夫载着太子出城, 西达多脱下贵族的华服, 换上修行者的粗衣, 天神送来剃刀, 让西达多剃落了千根烦恼丝, 从此断绝尘缘。 西达多来到尼连河边, 模仿其他修行者盘腿坐下, 开始苦修, 这一坐就是六年。 任他寒来熟往, 大雨大雪, 冰雹雷变, 始终是端坐不倒, 每天只吃一麻一米维持生命。 附近的居民都觉得很奇怪, 拿些小草树枝往他的鼻孔耳朵里塞, 西达多没有任何的反应。 苦修了整整六年后, 西达多终于开悟了, 是哪个麻瓜发明了苦修, 这不是坑人吗? 修行靠的是思考觉悟, 跟饿肚子有啥关系。 饿得皮薄骨头的西达多走进泥连河, 洗去六年的风霜尘土, 天神马上送来袈裟, 又让当地长者的千金送来酒奶粥。 西达多喝下后, 瞬间满血复活, 来到狐狸树下开始格树置之, 大彻大悟的佛陀即将出世, 这一次天人三界光明普照, 大地震动, 一切神魔众生都感受到了佛法的力量。 这个故事情节给一千多年后的武则天帮了大忙, 当时武周发生地震, 按传统看法, 这肯定是重大的灾疫, 天子是要下最己诏的, 但武则天解释说大地震动是佛要出世的预兆, 是佛法传播的祥瑞, 满朝文武为何一言不发, 还不赶紧祝贺朕的统治成功。 说回在菩提树下放大光明的西达多, 他发的光传到了宇宙中最黑暗的领域中, 魔王波寻那里, 魔王波寻害怕极了, 心想一旦西达多觉悟成佛, 人们都去信仰他了, 还有谁信仰我呢? 于是, 魔王召集自己的大臣和军队, 前来阻止西达多成佛, 魔王办事讲究个先礼后兵, 首先派出三个女儿, 老大名叫冉玉, 老二名叫能乐人, 老三是up主最喜欢的, 名叫可乐, 三个小魔女打扮得光鲜亮丽, 华丽的金饰, 鹰酪扁缀着明眸与红唇, 柔软的腰只, 脚踝与手臂被硬衬得更加纤细动人, 魔女们的口中发出迷迷之音, 围着西达多搔手弄姿, 开始爱的魔力转圈圈, 可是西达多并没有被魔女的诱惑扰乱心事, 魔女们只好主动答话, 说太子在树下坐了这么久肯定累坏了吧, 小女特别擅长按摩, 不管多么疲惫的身躯都能调理的舒舒爽爽, 您看我这身段模样, 甭说人间女子了, 天上再也找不出这么漂亮, 小女把绝美的身体奉献给您, 您放着好好的太子不做, 吃这份苦干什么呀, 只要您停止成佛, 我们早晚侍寝伴您左右, 保证你一辈子荣华富贵, 金票大大的呀, 西达多已经修炼到闲者模式, 内心毫无波澜, 他说你们行李虽美而心不端, 主根本不在乎, 只见三个小魔女刹那间衰老起来, 头发变白脸庞变皱, 牙齿脱落口中流咸, 肚子臃肿四肢精瘦, 魔女看见自己变成这个样子, 伤心欲绝地走开了, 看见三个女儿, 从比基尼美女变成了比基尼环娇美女, 魔王怒不可饿, 下令魔鬼军团干掉这个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家伙, 什么全身蝉蛇美杜沙, 石头石壁小哪吒, 柴狼虎豹赤面鬼, 牛头狐面蝙蝠侠, 还有批发裸体山村真子, 头上冒火恶灵骑士, 一时间群魔乱舞, 通通举起刀枪弓箭, 一拥而上, 眼看着就要把西达多撕成碎片, 只见西达多从容地伸出右手, 按在了地上, 一时间大地震动, 群魔无步颠倒坠落, 一片片地瘫倒在地上, 刀刃, 枪尖, 还有飞在空中的箭头, 全部画成了莲花, 唐代捐画, 降魔成道图, 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幕场景, 画面中央是西达多以手按臂, 周边则是群魔乱舞, 其间点缀着许多花朵, 那就是魔君射出的箭变成, 这幅画的知名度, 源于一个著名的争议, 列位请看, 这个妖魔手中拿的武器是什么呢? 一部分学者认为, 这是一杆火枪, 这幅捐画证明了中国人在唐代, 就已经开始把火药用作武器, 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 这是冷兵器意义上的枪或者锚, 按照佛教传说的情节, 枪尖或者锚头变成了莲花, 列位看官认为, 哪一种观点更可信呢? 最终降服魔王的西达多, 终于在菩提树下得到成佛, 他的称号包括, 如来、英公、正辩之、明行足、 善士、世间解、无上士、 调育丈夫、天人师、佛、世尊, 这就是西游记中如来佛的形象来源, 堪称魔幻现实主义的佛陀故事, 却真切地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譬如史书把长臂大尔当作臂王之像, 梁武帝硝烟选在佛的生日登基, 北齐高阳把头发扑在地上, 供高僧采过, 武则天借佛教故事化解灾疫带来的危机, 唐玄宗宿宗通过灌顶仪式标榜转轮圣王的身份, 人类学家认为, 仪式及重要的士族形式之所以能获得意义并体现其意义, 是因为他们小心翼翼地重复着诸神、英雄或仙祖们在创始之际所设定的行为, 西游记中取经的阻力无非是妖魔鬼怪和美色诱惑两大类型, 而且主角团始终得到漫天神佛的场外援助, 这些要素的灵感来源正是西达多成佛的故事, 西游的主人公原形固然是西行求法的高僧玄奘, 但主体情节却是佛传故事的翻版, 数千年后当佛的神圣性日渐消解, 她的传说又成了民间故事的灵感宝库, 在汉传佛教导记忆中, 如来喝退魔女降魔成佛这一年是腊月初八日, 现代人每逢此日还要喝上一碗拉巴粥, 只是很少再有人将这个日子与两千多年前那个端坐在菩提树下苦苦思索的背影联系起来, 或许那个思想者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或许人人都是那个思想者。